台湾、联合堡刊文说 赖清德的政变 可能触发两场大摊牌 一、民进党内软毒与印毒大摊牌 二、全台湾台毒与反毒大摊牌 赖清德教证 他说韩国瑜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 并期待有机会在2020年大选 与韩国瑜进行君子之争 赢的人将带领台湾 以下是我对这段话的解读 赖清德期待 这场台毒仿毒的大摊牌 一、是一场顶尖对顶尖的对决 不要上四对下四 两边都推出最有民意支持度的候选人 他直挑韩国瑜 显示他不会纠缠 在韩国瑜有无参选正当性的枝节 二、是一场君子之争 所以也就是台毒和反毒的直球对决 不再闪躲 不再欲言又止 也就是不再向人做工 这次大家把话说清楚 赢的人就带领台湾 台湾非常需要这一场大辩论 民众应持非常正向的思维 来迎接这场台毒和反毒的大摊牌 不过 这仍然大赖清德 先赢得民进党初选 而民进党初选的主题 无疑是硬毒和软毒的摊牌 这也不要再闪躲 不能再昏吞吐吐 不能再向民进党过去几场 两岸政策大辩论那样雷大于小 民进党面对自己 非常需要来一城内部大摊牌 民进党称赖的动作是突袭 但其实这是一城政变 赖在登记参加初选前 只够知陈水扁等独派原来 但几乎所有党政建制内的高层人物均蒙在鼓里 连新潮流内的大咖也在状况外 这不是政变 什么才是政变 赖清德说 我不是要打败蔡英文 他却要取代蔡英文 不是要否定蔡英文三年政绩 但他反复指出蔡英文的距离 已使台湾不保 赖清德从支持蔡英文 到现在的突然翻脸 给蔡英文来了一个冷不当的措手不及 这不是政变 什么才是 在看赖清德当季参加初选后 党内其实并未出现天与人归的场面 例如有35名名代居民挺蔡英文 亦可见这不是政变 什么才是 近日浮现的内幕显示 赖清德其实在2016年就要进驻台湾地区领导人 被陈局挡下 后来接任格魁后 他又使蔡英文成为只是政府体制的领导人 而使他自己成为台独的棋手 以此做出二人的区隔 并且以协制蔡英文 赖清德的生涯发展下一步就是蔡赖配 再接下来就是望顶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卫 在赖清德接任格魁时就有人问 这个局面究竟是赖清德辅佐蔡英文 还是蔡英文为赖清德抬轿 其实 如果赖清德的目标只是蔡赖配而已 蔡英文应当必是虚伪一代 他也别无选择 所以赖清德完全不必用这种 正变的爆裂手段来伙中举例 因而 如果赖清德此次政变的目标 居然就只是要逼出蔡赖配 或后来竟然果真搞成了蔡赖配 我不认为赖清德有必要打一个 拓手可得的东西搞成这种刀口舔血的事 更多的人不相信赖清德会如此不顾赤相 我说这些 是认为这场政变核心动力 仍在于赖清德自2016年极已萌生 我要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思维 不屑地顾蔡赖配 至于台独路线则是他一路走来的操作工具而已 谈到路线 用印度赖与蔡英文的软读做出区格 是赖清德始终摆明的架势 赖清德的印度主张是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反对九二共识 大陆和台湾本来就是一边一国 台湾和大陆是国际关系 制定新宪法的时机已经到了 以及各社陈水扁 但是赖的路线是否真实 未来必须经过三观考验 赖清德应当在党内出选及若参加大选中 继续公开且明确地坚持这些主张 并在若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 亦公开且明确地坚持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做他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宣誓我主张台独 在任何职位上都是 并推进前述他一路坚持的信仰及政策 到了那一天 这才能算是印度赢了软毒 是能证明赖清德今天要打败蔡英文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但是赖清德能否通过这三观考验 或可存疑 因为赖清德的印度即使不是铁板一块 如果等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 又改成一套我当台湾地区领导人 拼经济最重要 亲中爱台 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不会举办台独公投 台独 就是台湾已经独立 遵守洛桑协议 中华台北也可以 这些都是他说过的话 那么赖清德与蔡英文的区别何在 印度和软毒的区别又何在 届时大家若看到赖清德左之右处 捉襟见肘 居然发现他不可能在任何的职位上 都主张台独 那么倘若赖独 不能超越蔡独 赖飞要取代蔡的意义何在 由此看来 赖清德即使当选 比如所有的台独执政者 像李登辉 陈水扁 蔡英文一样 赢了选举 输了路线 硬独的路线 有其绝对的不可能性 如陈方明所说主张台独都是骗选票 所以赖清德以印度和软毒发动的政变 其中权力争夺其实高于路线其异 因为他的印度即使过得了党内初选及大选前两关 也必无可能通过以台独工作者 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三关 因此今天台独问题只是民进党内权力斗争的外议效应 软毒被印度挟持 软毒被过不断加码 但无论软毒还是印度 其实都不可能跨越宣布台湾独立红线 赖清德也不能 因此排独其实已成假议题 赖清德的政变 可能触动这场党内大摊牌 民进党应珍惜这机会 等到这场赖清德所说典范行出选 在软毒、硬毒、真毒和假毒中建立明确路线 民众即可在明年大选 以君子之争风格 来共同政将迎接一场台独和反独的大摊牌 4月2日 黄志贤再度发文称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在我们这一代让中国统一 文明称胜 追求十四亿同胞的幸福 不能是台湾人的稚气和肝胆 黄志贤的文章以一国两日九台湾为题 在文章中 黄志贤提到 目前台湾内部支持一国两制的比例 大约不到20% 的情况是一种政治人物共同维持的假象 他说 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同意台独绝无可能 他认为两岸统一不但是必然 对台湾更有益处 他认为不能回避台湾人身为中国人 和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个事实 就要知道我们的同胞是指十四亿人 而不只是两千三百万人 他说如果真的支持九二共识 那就必须明白 九二共识里面讲的是我们是同一国 而且两岸都要追求统一 黄志贤还提到 既然两岸是必统一 那台湾总要想是要怎样的统一 是要两岸有商有量 和平的统一 还是要大陆干戈 而且台湾必惨出的统一 统一之后 台湾人要过怎样的生活 总要想一想 他说 台湾人其实心下血量 但总想拖的一刻是一刻 不过黄志贤警告称 你不面对现实 等到现实面对你的时候 常常一切都来不及了 全世界对台湾唯一真正扶持的只有大陆 但他也提及 台独叫骂大陆 台湾一边搞台独一边却总还靠着 和大陆每年的贸易大转800亿美金以上 台湾一边拿好处却一边使性子 针对这种情况 黄志贤反问 再这样下去 大陆的人民 受不受得了 等到大陆14亿人 再也不赖反台湾了 等到台湾经济上不到大陆的1%了 等到大陆年轻的1倍 对台湾不再有特别的勤快的人成长 那时候台湾会迎来怎样干脆利落 不留情面和余地的统一 那真的是台湾人想望的 谈及两岸统一 黄志贤说 难道掌握统一的主动权 积极争取统一的条件 努力追求中国的复兴和强盛 寻求台湾人在未来中国复兴的大时代里 更多可以贡献的机会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使命吗 黄志贤认为大陆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完成了人类的奇迹 他在文章最后表示 难道面对我们的祖先和子孙 在我们这一代让中国统一 文明昌盛 追求十四女同胞的幸福 不能是台湾人的稚气和肝胆